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之前有一集跟大家说过有关六七事件的情况 之后我们今集就要跟大家说一说 究竟六七事件后的香港是怎样 而在当时的香港仍然是英国殖民地 那殖民地首长就是香港总督 梅同当时的行政局又做了些什么 去平民奋 寻军心呢 上集也有跟大家说过 其中一个引发大风暴的原因 就是因为香港政府内部的贪污问题非常严重 不论官员职位的高低都会以权谋私 直接令到不少市民选择走后门来做正事 当时的生活什么都跟水 即是钱有关 例如会给一些查钱的官员 希望可以插队快点上到公屋 而所谓的查钱 命意上就是 辛苦官员做事所以给他们喝茶的 但实际上就是行贵 不单只是管理房屋的部门里面 连纪律部队都不例外的 消防员要在人命关典的情况下 收开后费 在电影72家房客里面提到 有水 有水 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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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 过水 无水 散水 水是有支钱的意思 简单地说就是有钱就放水救火 无钱就无水救火 如果有钱就要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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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何力的职业 而当时的警察就正正是最贪污的一群人 经常贪装枉法 当中更有系统地去集团式经营 来进行贪污活动的 正如我们IG的文章里面都有说过 在1973年贪污得了400多万财富 之后就潜逃离开香港了 探紧问题是六七之前 香港市民每天都痛恨得咬牙切齿的实况 但其实当时港府经过六七风暴之后 见到前所未有的民意和力量 再加上由内地席卷而下的左派思潮 官员都开始留意到港人的民心不稳 再加上1973年之后 香港发生故灾 香港整个经济环境又受到石油危机 和世界经济水退的影响 以日常生活方面 市场的不惊喜 以及住屋问题未得到解决 各区都有寮屋区 居住环境非常之制逼和简陋 香港青年的教育率极低 街上出现的街童和同党 成为了日常暴力追行 和街头犯罪的一大源头 以上这一堆都是六七事件之后的导火线 港英政府自此就意识到 要着力解决存在多年的社会矛盾 而港到港府这个革命性的改革 就要由1964年上任的港督戴伦子 和1971年上任的港督麦李浩开始讲起了 去到1964年4月15号 戴伦子正式宣誓 接替帕勒基着时就任第24任 香港总督兼駐港三军总司令 由于戴伦子长期在香港政府任职 因此对香港事务并不陌生 他认为民间如果只有警察和政府部门的职员 代表政府不是太稳妥的 他希望可以更有效加强市民 对殖民地政府的沟通 但是这个想法受到 促使带伦子推动社区改革的契机 已在1966年天生小龙加价 苏联结束之后 因为1966年九龙苏洞调查委员会报告书里面 有提到青年人缺乏适当的途径 去发泄精力和情绪 建议增加康乐活动和康体设施 所以在1967年3月开始研究 将郊野和康乐政策互相配合 但未及落实措施 就已经发生了六七暴动了 在六七暴动里面 参与中火以至炸弹袭击的被捕者 不乏都是学生和年轻人 就令到港府响弃了警号 仅仅一个月就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 而报告书里面就劝语政府 必须尽快改善民生 书里面有列举了八个方面的疑然因素 第一缺乏归属感 第二政府对华人的傲慢 第三幸福懸殊 第四恶劣工作环境 第五击逼家居又缺乏休息空间 大陆教育供求落差 第七缺乏社区精神 以及第八青年人的特别问题 同时书里面强调到政府和市民 欠缺沟通是构成这件事的最大关键 报告书里面建议政府要建立公民意识 令到年轻人对香港有贵属感 因此大陵子在平息六七暴龙之后 加紧推动青少年政策 除了在社区设置球场和游泳池之外 亦尝试利用郊野设置交游和划纳设施 并且在1971年又用其命名的 大陵子着氏划纳基金撥款 又御农处即是今天的御农自然护理处 施行在城门水堂设立公共消耗场 以及露营地点 结果受到市民欢迎 并且又接用的麦里浩正式设立教野公园 由于香港在整个1960年代 都受到公税不足所困扰 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天气和香港人口劇争 1963和1967年分别出现大旱 大陵子就在任内1967年一度宣布实施制水 实行4天公水4小时的政策 除了短期政策 大陵子还有在公税方面作出了长期安排 他上任不久之后就在1964年4月22日 和大陆当局达成了协议 确认自1965年3月开始 公港水量将由1960年的每年50亿加卵 增加到每年不少于150亿加卵 折合即是每日供水大约6200万加卵 而售价值为每1千加卵 大约1.06元才说完 尽管前任总督派立基载士 早已在1960年动工兴建船湾淡水湖 大陵子在任内也继续大兴土木搞基建 1967年港府又在狮子山作洞 引水自船湾淡水湖去到市区 以防旱灾迎付需要 1970年大陵子又斥截2800万 加高了船湾淡水湖的堤坝高度 以及扩建沙田淋水厂 令沙田淋水厂的淋水量由每日的8000万加卵 增加到1.75亿加卵 这两项工程在大陵子离任后 到1973年才完成 令香港的淡水供应量进一步得到保证 另一方面 大陵子也继续专注在社会基本建设 它除了继续建建年中屋之外 有大力发展交通网络 包括1966年开通的九龙山脉公路 农场道、晴场道 1967年开通的狮子山隧道 以及1969年动工兴建香港首条海底隧道 即是红磚海底隧道 大陵子在1968年推行民政主任计划 将香港九龙划分成10个区 而新界的民政事务 仍然是由李文虎处理 10区内每个区都有民政署 内部也有民政主任 民政署的目的是要收集民意 接受市民的投诉 并且为市民提供咨询服务 同时在工会和法团或居民之间有争执的时候 需要担任调停的角色 而这就是我们今时今日 民政事务处的前身 说明政府在六七事件之后 觉察到劳资关系良好的重要性 也得知劳工阶层在香港人口中占很大的比例 而处理好劳资关系改善工人的生活 将会是港英政府能够长治久安的方法 1971年 大量子都通过了一系列的劳工法例来保障职工 保障工人权益当中重要改革是争取定下8小时工作日 以及限制女性工人工作时数 早在1964年港英向商界提出全港女工8小时工作制的立法建议 但同时又批准商界享有公事贵命权 默许女工继续超市工作 1968年 立法局总算通过了全港女工8小时工作日的草案 但由于当时香港是西方国家主要成衣、玩具 和电子产品的主要来源地 以至香港女工在之后两年加班工时不跌反升 默许只硬件8小时工作时间形同虚切 于是就在1970年2月以公众利益为由取消女工 晚上工作的规定 此外默许也设立了劳资审材处 作为解决劳资纠纷的机构 无论是66年的天星小轮价格事件 还是1967年的暴动 政府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 都指出要利用青少年活动疏到青少年个性的精力 作为预防社会骚动方法之一 1968年港府成立了指导委员会 研究为香港市民安排一星期的娱乐节目 因此委员会就获得了200万的备款 筹办香港节 第一届香港节是1969年12月6日至12月15日居下 活动包括不同的展览 例如古董、油票、书画、花卫展览 同时都有花车巡游、嘉年华会、舞会、时装表演、歌唱比赛、船尾比赛等等 参加这次香港节的人数达到50万 不过在港督麦里浩就任之后 政府在1971年以及1973年举办的香港节规模 都比不上1969年的第一届 麦里浩的班子更加认为香港节目的已经达到了 所以之后就停办了 房屋方面就是1962年至1973年推出了政府廉中屋计划 当中的廉中屋是为入息低 但是又不符合洗智资格的人士申请 大梁子政府自1969年4月开始一直大洒金前去兴建廉中屋村 以1969年为止已经有33万人在18个廉中屋村里居住 其中有10个是政府兴建 其餘8个就由屋域建设委员会兴建 而这个情况间接影响了当年香港私人房屋的供应量 去到1968年私人房屋兴建基本上可以说得上是接近停留的状态 1971年麦里浩上任之后 意识到港人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的迫切性 于是就在1972年10月第一份施展报告里面 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10年建屋计划 目标就在10年内投放80亿港币 例为180万位香港居民提供住屋空间 麦里浩在1973年成立了房屋委员会和房屋署 用来着手规划和推行供应房屋计划 再加上政府自当时开始着力发展新界的新市镇 包括自1973年开始发展全湾、沙田和屯门 数年之后更加发展了大埔、粉岭、上水和元朗 之后更加相计开发了马鞍山 令到香港的土地资源更加得到运用 在兴建新市镇的同时 亦都在市镇里面作出了更完善的规划 例如有公共设施、游戏空间、医院、学校和交通网络 在麦里浩在任期间 港府总共发展了6个新市镇、33条公共屋邨、16个居屋苑、 重建了11个旧姓屋邨 受惠人口多达96万 同时新界人数已经达到150万 自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 贪污问题在香港已经非常严重了 尤其以政府内部官员 特别是当时的警队更为恶劣 不少受惠的警务人员 揽用权力来贪腐脸财 甚至包庇各种非法行为 严重威胁社会管治的安宁 而这也是造成六七暴动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麦里浩上任后 着手处理香港的贪污问题 在他任来的第二份施政报告里面有提到 港府必须设立一个直接由港督本人负责 并且独立于政府的撲灭贪污专员公署 以后来就改名做 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 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成立后 其中一个最广为人知的案件 就是前警方九龙区副治区官葛柏 而结果就是葛柏最终被法庭裁定 串谋贵贷罪罪名成立 判刑四年和充公当中的贵款 廉柱自成立首十个月中 涉及贪污的投诉已接获多达5958宗 由于廉柱的雷厉风行 令到警队构成沉重的压力 引起了内部对廉柱的不满 在1977年10月28日 几千个警务人员和家属进行集会 集会之后 甚至有几十个警务人员去到 廉柱总部大肆倒乱和嘔伤廉柱职员 为了固存大局 玛丽浩只能让步 于是就在1977年11月5日发出局部特赦令 宣布除了已经受审 正被通缩同时身在海外的人之外 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 关泛贪污罪行一路不再追割了 自此香港的贪污问题正式得到解决 说完上面提到的市区和贪污问题之后 让我们去看一看教育方面的问题 戴梁子一直对大学教育也特别关心 曾经先后在1964和1966年 设立专上教育特别委员会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之前提及过 由于香港青年的教育率极低 街上出现的街童和同党成为了日常暴力罪行 和街头犯罪的主要源头 因此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继续恶化 大梁子开启了香港强迫义务教育的先河 在1970年10月的施政报告里面 大梁子宣布在1971年推行六年强迫小学义务教育 并且制定了入学令 对不送子女上学的学生家长处义刑罚的 1971年10月 麦里浩任内的第六份施政报告里面更加决定提早 在1978年的新学年里面 施行九年强迫免费教育 令到所有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强制接受教育 去到初中三年级的程度 令到香港教育进一步普及化 政府为了配合以上的措施 于是就在新市阵发展里面 积极增加中小学的数目 用来容纽更多的食灵儿童 由于香港自麦里浩时期 前后开始大力发展工业 所以麦里浩都特别重视工业和理工教育 配合香港的工业发展 他先后在1975年创立了葵宗工业学校 和观塘工业学校 1977年创立了黄克敬工业学院 和1979年创立了李慧烈工业学院 在这个时候建造业训练局 和制衣业训练局 都相计在1976年8月和10月成立 去到1972年8月 更加将香港工业专门学校 改租成为香港理工学院 同时承认了它专上学院的地位 以及在红磡缚地兴建新校舍 香港树仁学院和岭南学院 都分别在1976年和1978年 获得港府应可成为专上学院 在这两位港督上任之前 港府一直没有一套全盘的社会福利政策 他们唯一的政策就是会向老药贫民发放粮食 1971年带伦芝受到引入了公共援助 简称公援 目的就是向受助的人发放现金 膳食津贴 不过初期的公援规模比较少 但一些贫民可以受惠 麦里浩上任之后 觉得政府是有责任辅助弱势社群 于是就在1972年 政府调高了公援的基本金额 为受助者支付膳食开支之外 都可以协助支付其他必要的生活开支 他们之后还不断扩充公援制度 令到更多有需要的市民落入公援的安全网 除了公援制度之外 1973年政府引入了伤残老药津贴计划 用来向严重伤残人士发放伤残津贴 资格年龄援纳由75岁港到70岁 同时住在安务院的长者都能够受惠 除了老人家之外 全港都刺立了十几个社会福利处办事处 而儿童服务中心授目 亦都有原本的50几斤 急增到250几斤 又积极任用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 退动社会福利计划 在公立医院方面 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和新市镇发展 而广建医院 1974年港府发表 《香港医务卫生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制定香港未来十年的医疗改革 提出有必要继续提供低廉或免费的医疗服务 在这个背景之下 公立医院普通科门室和专科服务 继续向市民收取原低于成本的象征式收费 而急诊室、保健院、结核病和空肺科诊所等等 都是维持免费的 全数依赖政府补贴去提供服务 去到今天 符合资格的人士 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都是每次180元 普通科医院、住院服务的入院费 就75元和每日120元 而精神科病床就每日100元 所有专科和普通科门室复诊费用 都低于100元 今天我们就讲完大伦子 和麦利浩上任时期所做的 《校六七港府政策》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又或者想了解更多香港历史的话 记得CLSS、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